每个人都说 我要学那个大法 我要听空性的道理 我要听什么秘法 你看说什么 我们不要说别的 你看今天我们说很多的现象 你说今天传灌顶 像是空城一样的来临 你要说你要来听经说法 两三个小猫猫这样子 都没有人来听了 来讲的奇怪 可是重要的应该是什么 重要的应该是听法的 这个才重要 我说灌顶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我说真的 我说尊者也常常给我们教识 和我自己的经验来讲说什么 真正可以改变自己的内心什么 是在对这个经书的学法 你要用这种灌顶的 或者要去说什么自身本尊的 或者来讲要改变自己的内心心绪 当然很重要 到未来的那个阶段 是非常重要 可是按照我们现在的目前的时候 可以改变心绪的最好的教授是什么 是那些菩提心的教授 或者说什么修心的教授 是最实际的 也最实在的那样子来做的 所以你看我们的现象就是这样子一样 我说什么 人家说中登巴大师在世的时候 每次都说业果很重要 业果很重要 可是现在说什么 是不是很多善知识来讲说 你看我们台湾的现象也是啊 你讲课的时候没有人来 你说什么修法啊 灌顶啊 加持啊 什么 什么PO啊 几千人啊 几万人都有可能的时候 是不是现象也就跟这个来说的是几乎一样的那样子 好